欢迎收看金顶天下 美国联准会一如市场的预期 在这次利率是维持不变的 不过在三月份原本会降息 这样的一个期待 落空的情况之下 导致了美国股市的一个大跌 在昨天的倒球 重挫超过了300点 而另外现在黑天鹅的作者 也提出了警示 他认为说美国现在债务是在上升 整个风险在提高 这是白天鹅来袭 而美国现在也面临到死亡螺旋的一个局面 另外日本的媒体报道说 中国在去年GDP的成长率 他们认为是造假的 而且去年的实质 GDP应该是呈现负成长的一个情况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台股 在最近是在万八附近上下来盘整 那么在今天是收在最高距离 农历年的封关 剩下最后两个交易日 到底可不可以报股过年 在年后开红盘的几率到底高不高呢 另外在寒流的一个部分 韩国的这个娱乐产业在去年 因为受到了这个大陆 禁韩令的影响是遭遇到了逆风 现在KPOP也是积极要转型的 是呈现了要脱中入美的情况 他们在美国还选出了新团 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成功来 林准会在这一次一如市场 原本的预期就是利率的部分 是按兵不动的 但是林准会他们也暗示说 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一个降息循环 结果这番话 让美国股市是马上就中错 对 因为这一次巴尔的态度 相当的明确 因为他的言辞并没有闪躲 他完全表达他的一个想法 导致了美股的一个修正 你看不管是道琼 废半 都出现大幅度的下跌 甚至这个苹果 我们看微软 Google的股价都大幅度的修正 我觉得确实有受到 他这番言论的一个影响 当然不升息也不降息 这个是我们原本就预测到 我们节目也有跟大家追踪 他把这个升息的措辞删除掉 实际上也没什么 因为大家早就知道 你不会升息了 只是说在整个文件上面 更明确你就把它删掉 也就代表就是说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不会看到升息 这样的一个政策 只是说大家一直期待 三月是不是可能降息 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 我说三月降息的可能性 其实满低的 这一次鲍尔就说三月降息的 为什么他泼了冷水 因为他说他要看到更多的证据 麻烦你更多证据 更多证据来 如果你能够说服我 我才要降息 感觉上态度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突然之间 他这一番话讲完以后 三月份降息的一个几率 直接掉到35%以下 这个掉的满多 也掉的满快的 当然不管怎么样 其实还是会降息 只是三月应该是不可能降息 可能就是降到 可能五月或六月 就往后推迟 但在这当中其实大家还是担心 会有一些风险 如果你能够提早降息 或许还是能够阻止一些风险的发生 这是黑天鹅的作者 他写的 黑天鹅作者 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蛮厚的一本 Black Swan 然后就讲说其实白天鹅 到底是黑的还白的 当然是白的 他白天鹅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有风险 你也知道 就是风险你知道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发生 你还是要想办法去面对 为什么他会讲这样 你看 债务不断的攀高 主要是债务的问题 好 那我攀高 你利率又这么高 我的利息支出就很高了 对不对 好 那怎么办 你只能再举债 好 可是你的债务上限到了 那怎么办 就再把债务上限提高就好了 那债务上限提高以后 债务又攀升 你利率又这么高 利息又增加 那怎么办 又碰到债务上限 就再提高 就发现他们一直在 美国一直在玩这种游戏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个黑天鹅的作者 就特别提到 我认为这个债务上限 政客是武力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问题 坦白讲没有人办法面对 那即便是川普 我相信他也是叫他们 干脆把上限全部拿掉就好了 对不对 我觉得他一定是这样 很强硬的说 你不要再有上限 老是在那边调整 那这个叶尔艾朗也讲 他说先进国家央行之前 大幅度升息的效应 还没有显现 升息基本上 当然对整体社会来讲 它不会是一个正面的效应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你的负债 你要背负更多的这个利息 对企业来讲 你要背负更高的成本 压力也更大 这个部分怎么办 那问题是 你现在又不敢怎么样 又不敢大幅度降息 那到底怎么办 你到底要不要面对 对不对 当然这个 美国参院的银行委员会主席 布朗他还是提醒说 还是要赶快降息 还是要赶快降息 那只是说鲍尔的态度 我觉得这样 现在他这样其实还满不错的 就让大家猜不到 他在想什么 我这几天跟他丙烛夜谈 他也都没有跟我透露 他到底要升息来这样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就是官员你要把这个政策 因为我们常讲 身为经济学家 我常跟大家提醒 我说你政府的政策 要有效 就是让大家猜不出来 那他说高利率在伤害 中小企业 没有能力买房 而且最近有一件事情 大家不敢辞职 所以最近老板讲话都很大声 怎么样 要不然你不要干 然后劳工说好 是的 为什么 因为不敢辞职 那为什么不敢辞职 会不会是因为 对未来的整个景气的前景 大家也觉得不太妙 你看这个辞职人数 去年 去年全美的辞职人数 对 然后50 60万 从2022年这样减了12% 我说减幅蛮大的 对 就大家讲话 不敢那么大声 那最近还有一个 蛮重要的 大家去观察 就是因为在纽约 你之前在纽约 很长一段时间 你应该也知道 其实吃的饭 你要付20% 25%的小费 对 那很多人就不理解 为什么 那因为纽约的 这个服务生的底薪很低 对 他不靠这个小费 他根本没办法过日子 那你知道吗 现在他们 现在就说 以前的政策是说 你底薪加小费 只要超过最低薪资 就OK了嘛 所以老板都 坦白讲 就是故意用很低 现在这个如果取消 老板要调高最低薪资 对 那大家现在不是 也不喜欢付小费吗 那对餐饮业来讲 对这些餐厅老板来讲 成本就变高了 所以会不会又引发 一波的财源潮 我觉得大家也要小心 另外再看到 中国的一个部分 现在日本的产经新闻 竟然说 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吗 去年中国大陆的GDP 竟然还有5.2% 感觉上还不错 对 但他竟然 现在产经新闻说 他们是造假的 对所以造假的很厉害 实际上 产经新闻做了一个计算 因为GDP 你要去算出来 其实也不难 因为GDP就是 C加A加G加S减M 你看我这个公式 讲的很流畅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消费力 那就整个中国的GDP来讲 30%是房地产业贡献的 对 那你房地产业是成长还衰退 有人不知道吗 去年房地产业是大幅度衰退 那我就成长30% 他们算出来应该是-5 就是如果是把房地产拿进来就-5 这个也不 -5啊 对 但是这个不会是最后答案 因为你还有出口 你还有消费 对不对 可是出口也是衰退的 那出口的贡献算出来 再扣个2% 3% 那负的7% 8% 好 那你说你消费有成长 消费数字成长到底有多少的真实 坦白讲也是一个问号 对不对 没关系我们就相信消费成长 算进来后怎么算 都不会变正5.2 那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消费要成长 我们就简单数字就好 要13 对不对 至少你的就变成13 那消费要成长多少才能 加13回来吗 不可能 但是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看消费的时候 等一下我捡 我举例给各位看 就知道消费不可能 有这么强的成长 所以这个产经新闻 他这个记者 才会撰文说 根本就是负的 实质GDP应该是负成长 所以他怎么算出来的 那坦白讲 他也不会告诉你 那这里面就有人去推敲 说基本上他们有做 为什么说 有可能做一些手脚 你看河南省政府 他公布的 那这公布的数字很有趣 就是2023年的GDP比2022年低 好 结果出现同比增长 那这时候突然 我们就在想 我们的数学以前怎么学的 不是新的减旧的 再除以旧的 对不对 结果他们发现说 搞什么鬼 你要同比增长 你2023的数字比2022低 对 这样怎么可能 那怎么办 那你就把2022年再调低一点 这样不就成长了吗 这是公然造假 这是公然造假 所以其实就被大家抓到 就出现这样的现象 而且说实在 你要大幅度增长 坦白讲很多经济面的数字 也要合理吧 对 也要合理 但你看PMI 这个连续四个月 持续的一个萎缩 都一直低于50 对不对 就代表景气池 一直萎缩的状态 那你的GDP 怎么没有符合景气 衰退的数字 所以产经济文说 要叫大家赶快跑 因为他说经济数据造假 会增加投资 没错 那当然 其实我觉得整个市场 让大家又生气的事情 就是说 贫富的落差 还是非常非常大 对 不是说大家都共同富裕了 可是其实没有 你看有富商 他家里奢华 奢华到什么程度 一个桌子可以坐20个人 然后旁边还可以玩 什么什么的 这个就奢华 可是你知道吗 被人家拍到广东 就是小孩带着更小的小孩 这是很可怜的 然后在垃圾堆里面 这个找东西 我在猜应该是找食物 应该是找食物 当然中国是说 那个不是 在玩什么什么的 可是从影片当中 看得出来 确实应该是 生活非常的辛苦 那加上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雇主 持续在裁员减薪 到目前为止 我们讲裁员减薪 这个部分并没有改善 薪资持续的一个减少 再加上整个 这个消费力不脏 其实是通缩的 所以我其实不太相信说 消费有把GDP带回来 其实我不太相信 那现在呢 这个北京不是最近 很多的政策不断的抛出来 可是好像进入到新的一年 就2024年 实际上我们看外资 也是不买单 一月份还是净抛中 145亿的一个人民币 等于连续六个月 我们之前讲 它退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所以这样看起来农历年前的 之前的一个旧市 看起来很像只是让股市出现一个死猫跳 那农历年后 有没有解 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 南韩的娱乐影视产业 向来都是蜂蜜全球 不过现在在中国大陆呢 在禁韩的情况之下 也造成了他们遭遇到了逆风 所以现在陈焰他们的这个KPOP 也要开始转型了 甚至在美国还选出了这个新的团体 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的吐文呢 对因为这个韩国的这个PayPal 这个娱乐文化 其实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外销的一个 整个产业 那2022年增速是82.6 2021年是62.1 可是2022年的成长率只剩5.6 差这么多 这当然两个原因 第一个疫情一定有影响 因为你看Blackpink 他是办演唱会 你知道很多父母 父亲跟女儿翻脸 不是女儿跟父亲翻脸 因为他没帮他弄Blackpink的门票 你知道就是这样 他做一场演唱会 他可以这样一轮下 80几亿的收入 非常的惊人 所以疫情是一个影响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中国的因素 实际上过去在中国 还没有禁韩令之前 坦白讲 韩国的娱乐产业的整个风潮 其实在中国是整个蔓延开来的 我们要坦白讲是这样 可是因为中国不满什么 就是美国在韩国部署 这个萨德系统的限韩令 就这样子 最后韩国怎么办 当然他需要一段的时间转型 在还没有顺利转型成功之前 就怎么转型 叫脱中奔美 所以当时的销售率就掉下来 但是你看 他脱中奔美成功以后 韩团对中的销售是掉了 掉了多少 51% 可是美国市场成长67% 成长67% 那现在2020 其实这个他们的海选文化 过去可能都存 韩国的天团的女生 就是男的帅 女的漂亮 但是现在我觉得 因为因应全球的 就是输出到全球的 这样的一个风潮 他们海选的对象 开始有其他国家的 其他裔或其他国家 之前几乎都是亚洲的 像是除了韩国之外 像有日本还有台湾 有台湾 他们上次有找我 但我没有去 你看像瑞士 菲律宾 美国拉丁裔 印度裔 华裔这些 而且春天就要出道 这个应该会引起一股风潮 当然就我们在看 整个出口的区域而言 日本还是最最强大的 就是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情节 过去日本跟韩国 其实这中间 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包袱 但现在反而他们的文化 输回去 到日本第一名 应该特别叫反攻 那美国的部分 已经甚至的超过中国了 你知道2023年 这个专期出口是多少 一亿三千两百九十三万美金 这个是美金 我跟你讲真的很吓人 然后持续的在创高当中 那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小故事 就是没想到韩国K-POP的文化 引起了国安危机 国安危机 国安危机 国家安保室市长突然辞职 其实应该是被逼的 南韩的 那辞职原因是因为 美国总统拜登他们那时候提议说 安排南韩K-POP天团 Black Pink 然后跟Lady Gaga 来在访美 就是影子院访美期间 他们一起演出 联媒演出 你怎么没有跟他讲 就他们很重视 就代表韩国很重视 金圣翰没有跟尹熙悦回报 对 他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怎么没有回报 那就引发了国安危机 所以他现在这个金圣翰看到黑色跟粉红色 应该都会产生这个受害 那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中国跟韩国之间 他们的这个问题 对这个中国到底产生什么样 产业的一个变化 这个禁韩令到底现在产生多大的影响 因为其实过去韩国出口到中国的比重是很高的 对 可是禁韩令以后其实大幅度的下滑 你看2023年整体下滑18.8% 那现在只占它整个就中国进口进来的产品 只剩6.3% 所以这个幅度是掉很多 你知道过去 如果还记得浪漫满屋的话 里面有很就是很流行那个美妆品 对不对 那这两个品牌 这两个品牌我其实不太会念 那一个在中国开了58家门市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另外一个是每年开100家 然后最多有800家 现在几乎大部分也都收起来 你就是知道这个变化有多大 我们根本不用讲有很多的企业直接退出 好 南韩现代汽车其实现在在亚洲 甚至我看欧美的销售都很不错 台湾现在也常看到 韩国的现代汽车在路上跑 结果他们反而把北京现代卖掉 反而卖掉 可是这到底它现在电动车做的那么好 中国的市场这么庞大 不是反而可以趁机切入吗 没有 就是退出 然后生产基地也从5个降到3个 你看现代汽顶盛时机 中汽是占7% 结果现在 我觉得这个数字很有趣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 去年南韩汽车出口709亿美金 就我讲嘛 现在到处都是 对 创世历史新高 对 结果中国只有3亿美金 所以我觉得 中国跟韩国之间的这个尴尬的关系 也有大幅度的转发